嗨大家好,欢迎来到Gristlike,每个星期的在家运动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一套全方位的肌耐力挑战 这一套运动不需要任何仪器,所以不用哑铃也不用弹力胆 就可以来完成肌肉雕塑跟心肺运动 这一套运动我们会雕塑到全身的肌肉 所以不用担心说只有局部练到屁股或是练到手臂 我们全身的肌肉都会雕塑到 今天对于运动模式一样会先从暖身动作开始 主要运动部分会有四组的运动 每一组运动都会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都是心肺运动 第二跟第三个动作都会是肌肉雕塑的动作 那我们每个动作要做30秒钟,中间休息15秒钟 基本上我们会先做心肺运动 然后配上第一个肌肉雕塑的动作做两个30秒钟 再回到刚刚的心肺运动 然后第二个肌肉雕塑的动作连续两个30秒钟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做暖身动作吧 OK,那我们今天先来做暖身动作 那今天的运动呢希望大家也会很喜欢 都会是我们之前比较不常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们先左右踏步加上手臂画圈 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暖身动作 因为感觉呢能够运用到手臂背部肩膀肌肉 然后呢腿也开始就是一起动起来 OK All right 再来呢我们要做向前弓箭步拉回来 向前弓箭步拉回来 加上一点点手臂的动作 OK 还不用蹲太低 好,再来我们做深蹲的动作 加上手臂 深蹲,手举高,放下 深蹲,手举高,放下 屁股向后坐 再来呢我们要做类似甩腿这样的动作 但是不是真的甩 所以呢我要你向前向后 看能不能摸到脚趾头 没有控制的 来做 提腿向后 OK 换另外一边 三 二 一 OK 再来呢下的动作呢我们做上半身转 一 二 三 提腿 一 二 三 三 所以呢轮流 提的脚是 每一次不一样 提腿 提腿的时候 吐气 OK 各一次 右边 左边再一次 再来呢我们要做一次 划身体划大半圈 搓 起来 换 反正方向 慢慢拉起来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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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边 吐气 好嘞 这样呢我们开始加速我们的心跳速度 最能提膝踏步 5 加快 4 3 2 1 OK 再来做踢屁股 看你们有没有速度加快 5 4 3 2 1 OK 好来我们暖身动作做到这边结束 来做我们的主要运动部分 那我现在讲解我们第一组的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我们要做的是登山跑 所以呢 双手在地平板支撑加上原地提膝跑步 如果你需要简单的版本的话呢 就是点地点地提膝 OK 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要做的是单脚硬举 加上超人跳 所以呢先选择一只脚在地 向前单脚硬举 然后呢起来加上一个提膝跳 OK 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要做的是相反八字形圈曲 所以呢躺在地上膝盖弯曲 用肚子的力量把屁股撑起来 屁股放到左边 撑起来屁股放在右边 那这个动作呢你在做脚的幅度越大 你肚子所需要的用的力气就越多 所以呢依照你自个人的舒适度 才选择你要做多么困难的动作 Alright 那我们先把闹铃设定好 动作预备 倒数计时十秒钟 第一个动作呢是登山跑三十秒钟 预备 开始 动作快速 肩膀 离开耳朵 胸部撑着 撑好不要垮下来 快速快速 轻盈的 跑步 剩下超多 十秒钟左右 OK Alright 休息十五秒钟 下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单脚硬举加上超人跳 OK 我们先都做右边 或是你要先做左边 OK 但是先做一边就好 预备 开始 向前硬举 下 慢慢的向前 你如果可以的话呢 后面那只脚尽量不要 着地 原定不动的那只脚呢 在硬举的时候 膝盖微微弯曲 向前 看前方 Alright 休息十五秒钟 换另外一边 好烦 转身 坐这边感觉 动作比较清楚 预备 膝盖微微弯曲 向前 插人跳 向前 向前 硬举的时候呢 背要打直 你如果需要的话呢 眼睛看前方 才比较能够帮助你 不要驼背 Alright OK 休息十五秒钟 回到我们刚开始的 登山跑 好 你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做简单板 所以用踏步的 预备 30秒钟 快速 用这个机会 把你的 心跳速度 加快 我们今天呢 不只练肌肉 我们还要练 我们的 心 肌耐力 不是肌耐力 还要练我们的 那个 肺活量 剩下差不多 六秒钟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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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呼 Alright 这样我们要做 低耳肌肉交触动作 所以呢 躺在地上 相反 卷曲 八字形 OK 膝盖 弯曲 手放在身体两侧 屁股 起来 放左边 屁股起来 放右边 你如果可以的话呢 脚放下 低一点 低一点 你脚放越低 肚子就需要用 更多的力量 但是在做这个动作之后呢 呼 不要凹背 尽量呢 再次平平贴在地板上 呼 休息一下 15秒钟 再做一次 我们第一组的运动就结束了 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的感觉 呼 Alright 预备 预备 提屁股 脚放超低 起来 提屁股 你如果觉得这个动作 就算幅度太幅度变小 还是太困难的话呢 你可以就 点地 轮流点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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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第一组运动完成 再来呢 我来讲解一下 第二组的动作 第二组一样三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 心肺运动 非常简单的 脚步蹲跳 简单板 踏步 OK 第二个动作呢 我要你 需要一点点平衡感 OK 右脚再后 然后呢 直腿 提腿 二 三下 以后呢 这一只前面 原地不动这一只脚呢 蹲 起来 OK 那换到外面一样 直腿一 二 三 蹲 起来 Alright 第三个动作呢 你要做的是手臂动作 我要你做伏地挺身 但是加上趴在地上 所以你可以的话呢 膝盖 鼻涕 慢慢的 把上半身 放下 手摸到地板上 全身趴住以后呢 再用双手力量 把身体 撑起来 OK 第一个三十下是做 开 开手臂一般的伏地挺身 第二个三十秒钟 让你手臂 比 与肩同宽 手肘弯去的时候 贴紧身体两身向后 然后起来 OK 一样你如果需要的话呢 简单版膝盖 放在地上 一般的版本 膝盖提起来 Alright 一样每个动作我们要做三十秒钟 中间休息十五秒钟 我们先从交互蹲跳开始 预备 5 4 3 开始 30秒钟 交互蹲跳 非常简单的心肺运动 所以呢 看你能不能够速度加快 手臂呢 不要乱回乱回的 用力 还有控制的 来做这个动作 剩下不到十秒钟 OK 休息十五秒钟 下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直腿提 向后提腿 加上 筋筋独立的脚 一个 上下 OK 动作漂亮的话呢 手插腰 预备 开始 1 2 3 蹲 入手平衡 1 2 3 蹲 2 2 3 蹲 1 2 3 5 5 1 2 3 3 5 1 2 2 3 2 2 3 3 2 3 2 3 2 3 剩下10秒鐘 OK Alright 休息15秒鐘 回到我們的心配運動 腳步蹲跳有30秒 預備 6 5 4 3 開始 4 3 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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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再來我們做肌肉雕塑動作 我們要做 4 伏地挺身 所以呢 你先 動作預備 看你要做膝蓋 彎曲放地上 或是膝蓋起來 挑戰一下自己 慢慢放下 摸地 身體 撐起來 再一次慢慢放下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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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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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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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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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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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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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9 5 5 5 7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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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7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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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9 9 9 10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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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0 所以呢 真的很有效率 又喘肌肉又有練到 ok 第一個動作我們要做的是 撥比加上開合跳 所以呢 向後開合向前跳 你若做到一半覺得太累 不要想要放棄的話呢 可以拿一個很簡單的版本 ok 休息15秒 下個動作我們要做的是 深蹲加上側舉腳 動作預備 腳底肩寬 差不多一點點 預備 開始 蹲 舉腳 蹲 舉腳 你如果有拿啞鈴的話 手可以拿著啞鈴 向上推舉 因為是側舉腳 所以你有時候 你動作做得正確的話呢 你也可以感受到 你的側核心這邊 腹部肌肉 也會用到 好嗎 OK Alright 再一次 預備 準備 開始 不是側核心 蹲 舉腳 蹲 舉腳 看你能不能加快速度 看你能不能加快速度 屁股向後座 背打直 眼睛看前方 按下5秒鐘 下5秒鐘 OK MIRIS 回到我們心腹運動 WOBY 開合跳 動作預備 现在15秒钟 不必撑好 身体倒直 屁股不要向下凹 不要脱背 OK Alright 在我们做側的平板支撑 手放好 手臂肩膀 垂直身体 所以膝盖 手指脚 撑住身体的这只手呢 一样要用力 不是用 你关节 连结 的地方 来支撑 肌肉用力 穿的时候 这次的动作 特别难 OK 换另外一边 你如果需要的话 下面这只脚 可以膝盖弯去 预备 预备 开始 膝盖 脚趾 十五秒钟 十五秒钟 来讲解 第四组的动作 也是最后一组的动作 第一个心肺运动呢 我们要做的是 滑冰跳 滑冰跳 简单的版本就是踏步 踏步 OK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 到地板上 仰臥起坐 然后呢 起来的时候呢 右脚弯曲 右手摸左脚 放下 OK 起来 同样 右脚弯曲 第一个三十秒钟都坐右边 第一个三十秒钟 坐左边 然后呢 第三个动作呢 我要你躺着 右脚弯曲 不是 对 右脚弯曲 左脚伸直 提臀 提臀 看你们能不能够屁股 不要碰到地板上 困难版 膝盖打直 简单版 膝盖弯曲 OK 好 我们今天运动快要结束了 撑着点 我们来做第一个心态运动 预备 先做滑冰跳 剩下十五秒钟 剩下十五秒钟 五 四 OK 我们来做肌肉雕塑 仰臥起座 然后 加上 手碰脚 OK 预备 全部都是右脚先弯曲 开始 仰臥起座起来 右脚弯曲 手碰脚 回弹 起来 你如果觉得这个动作太困难 就做仰臥起座 好 OK 休息一下 换另外一边 也就是 左脚弯曲 右手称臂 左手摸右脚 动作预备 开始 开始 好 OK 起来 回到我们刚刚的滑冰跳 动作 准备 倒数 八 七 六 五 四 预备 滑冰 今天运动快做完了 今天运动快做完了 你如果有汗你的脚背的话呢 一定要跟我说 还有你如果还会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一下 OK 后来休息15秒钟 我们最后的肌肉雕塑动作 躺下 看你要哪一只脚先弯曲 我先选择左脚弯曲 右脚伸直 预备 开始 提臀 慢慢放下 提臀 你如果可以的话呢 脚板 向下压 又会比较好看 膝盖打直 屁股不要完全的放在地板上 稍微离地几公分 这样子的话 你弯曲的那只脚 才能够尽全力的来做这个动作 好 拉一下筋 换边 右脚弯曲 左脚伸直 脚板 向下压 提臀 提臀 用屁股的力量 来撑 你的身体 不是肚子哦 然后你的双手呢 只是辅助 所以呢 请你不要用你手臂的力量 把身体 撑起来 OK 右脚稍微 身体这边拉一下 深呼吸 OK 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伸展超部分 所以呢 刚刚的这只脚 放在膝盖上方 朝身体这边 拉紧 打直 换另外一边 朝身体这边拉紧 呼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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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把直 把脚稍微往身体这边拉 呼 呼 呼 如果吸了的话呢 膝盖可以弯曲 呼 呼 呼 пожалуйста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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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后方 下拳式 深呼吸 吐气 胸部好像要朝你的膝盖那边拉紧的感觉 背向下压 右脚膝盖弯曲收回 前方 尽量身体不要是側边的 把你的肩膀是平行 不是平行 你看说什么样 正正方方的吗 后面这只脚弯曲向身体拉 一样看你能不能够肩膀打直 慢慢的放下 下拳式 换另外一边 拉住你的后脚 肩膀打直 打直 呼吸 脚慢慢放下 回到 刚刚的下拳式 膝盖放下 屁股向后坐 呼吸 身体拉起来 我要你做拱背的姿势 吐气 然后凹背 再一个拱背 凹背 呼吸 脚尖 放在地板上 屁股翘起来 呼吸 脚呢 向前走 慢慢的起来 OK 我们来做拉手臂的动作 呼吸 放另外一边 呼吸 呼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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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呼吸 放松 All right 我们今天的运动到此结束 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一套全方位的肌耐力挑战 如果你喜欢这种无仪器的挑战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留言跟我说 这样子我才知道要设计更多这种无仪器的运动 All right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啰 Bye